中共中央本星期宣布 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立案调查 由于周永康是中共近几十年来 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舆论分析认为 这显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反腐的决心 周永康案在中国的国内外 得到了广泛的大量的报道 现在我要邀请美国真心记者 齐志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外媒体报道 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和相似 或者相同之处 欢迎齐志峰 好 咱们就先说说 这个关于周永康案 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 报道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相同 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 我们先说了相同 这个相同之处 就是中外媒体 无论是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 还是外国的媒体 他们都集中大量的提到了一点 就是这一次周永康案 这个打破了行不上常委的 过去的这个潜规则 在这方面 外国媒体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纽约时报 美国主要报纸约时报的这个报道 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说 周永康案被这个立案调查 这件事有可能在中国政坛引起震荡 这是因为首先周永康是年资非常高 第二呢 这是他显示了这个习近平和他的这个同事 可能是这个打破了以往的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对那些登上权力最高峰的人 无论是他们是在任还是退休 都有可能进行正式的调查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在报道周永康案的时候 最明显的不同 那最明显的不同就是 中国的媒体全都是奉命说 哇 这拿出拿下周永康 这显示了这个党的反复的决心 不管这个人职位有多高 资历有多老 他只要犯罚 这要受到惩罚 显示了党和国家在法治方面的这个决心 但是这个外国媒体 你要是用一句话来总结之后 那外国媒体普遍的认为是别的瞎掰了 这完全是个政治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但华尔街日报的 他那个这个报道就说呢 这个周永康案被立案调查这件事 这首先是反映了 这个显示了习近平在多大程度上 确立他作为一个政治强人的这种形式 再一个呢 就是说 而且还显示了习近平 他比他的两个前任走的是更远 在查处所谓的滥用职权方面 以及在这个让他的政治敌手靠边站的方面 他比他的两个前任都走得更远 在这个还有华盛顿邮报有一个这个报道 他也说的非常有意思 他说周永康被立案调查显示了习近平 自2012年上台以来 已经多么彻底的巩固了他的权力 似乎是外国媒体都提到了 甚至中国的老百姓也都注意到了周永康案件的这样的 他的一个政治色彩 政治性 但是这是中国媒体都是刻意地来回避的 那齐志峰来谈一谈 外国媒体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报道 那最引人注目的报道就是周永康案的这个政治性 以及这个政治震荡的这个后续 比如说在这方面 这个日本的产经新闻 他有一篇非常好的报道 他那个题目 我想那一短短的一条题目就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他那个题目就是说 以反腐败之名进行政治整肃 那江泽民胡锦涛可能联手反击 他在里边讲的这个报道讲的就是 现在习近平整肃周永康 周永康想清除他在这个经济利益方面 以及对公安司法机关那个影响方面 清除他继续这个有影响的这种局面 再一个呢 是说他这种用传统的共产党内斗的办法 来解决问题 使他这个敌手这样失宠 这样这个被拿下 这有可能打破中共党内的这个权力平衡 有可能造成一系列的 他无法预料的政治震荡 周永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是分管所谓中国的政法工作的政法委书记 那么比如说攻减法都归他管 现在呢他自己坠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法网 那这非常有讽刺意义 外国媒体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报道 对 他们这方面有趣的报道是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举这个英国的 英国的卫报 这个卫报他说了一个 他说的这个周永康他当年当政的时候 他是经常的说敌对势力 而且敌对势力这个大引号的敌对势力都是非常的模糊的 想说谁敌对势力 谁就是敌对势力 比如说这个要求民主的人呢 比如说西藏的活动人士啊 那都可以进入敌对势力 另外他当政期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他维持了庞大的维稳机构 这些机构这种做法包括进行严密的互联网审查 还有那些一系列的这个法外惩罚措施 法外惩罚措施就是像他这样 没有什么解释 没有什么东西 不见不见人影了 对 谢谢齐志峰 感谢美国政经记者齐志峰来介绍 感谢美国政经记者 感谢美国政经记者 感谢美国政经记者